我們香港的市民一般來說 對中國的了解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 值得我們大家反思的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所有的很多年輕的一代 包括中年的四十多歲的先生教授 影響著我們的青年的學生 他們就是將他們心目中認為幾個創的法律事件 社會事件 就當成是整個中國 但是對於中國在這幾十年裏面 解決了重要的民生問題 而且是主要的民生問題 主要地使中國富強起來 譬如說兩千年以來取消農民的稅 譬如說農民取得了醫保、社保 這些是很大規模的利民措施 譬如說水電的大規模公道鄉下 道路通道鄉下 這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國現代化的 一個革命性的進步 這一類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讓我們的年輕其一代知道 中國人民的生活、醫療、保險、環保等等 都在非常巨大的進步當中 好像這些情況 我們都應該讓我們年輕一代有所了解 不要讓他們了解的中國 就是一個妖魔的中國 跟它沒有關係的中國 對它的前途沒有影響的中國 就不應該這樣看 我們有很多朋友、很多教師 就很快地刪除了年輕人 跟中國交往的機會 而讓他們感覺到只是 焗在這個深水埗、油麻地 這個一個彈圓之地 這些就讓他們變成井蛙 希望我們的老師、教授、朋友們 都能夠稍微集中一些 太小時候就把他們的門關掉 我覺得是對他們將來的不利 不過是分別的,感覺 又把他壓力 有很多人的知識 我永遠都在的時候